李康蒙之后,更多抗议者被捕失联 防疫松绑,中国民众感叹,出行更难 全球声援白纸革命,专家说 中共统治两大招数失灵 台积电张家配投资美国厂房,达400亿美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 我是叶晚峰,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7日星期三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爆发白纸革命后,最先举白纸抗议的 南京传媒学院女学生李康蒙被指租警方逮捕,以失联多日 而连日来,民间不断传出消息有更多参与抗议的年轻人 被警察上满拘捕或被消失 推特账号李大宇发推文表示 南京传媒学院的西藏姑娘财央拉姆 及该校60多名学生在参加抗议后失联 推特网友王清鹏12月5日发推文说 据一位国内律师所知,3日晚在广州东山口有4人被捕 其中两个24小时后仍未出来 4日晚又有3、4人被带走 到现在还未有是否被释放的消息 推特账户CHRD人权捍卫者发推文表示 12月4、5日,数十名曾到广州市海珠广场的年轻人 被北京路派出所带走 自11月26日,上海抗议者在活动现场 遭警方镇压驱散后,陆续有抗议者被拘捕 网友11月28日在推特发布一段视频表示 11月27日早上6点左右,他踩单车 经过上海市的乌鲁木齐中路 看到一名男子被4人推上一辆警车 他刚打开手机录像不到一秒 就有两个人气势凶凶地用手指着他禁止录像 他绕到马路对面,继续拍摄时 被警察发言带走,当天深夜才被释放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武汉公民李少少11月27日晚 在武汉市汉政街跟着抗议人群走时 他和附近很多人一起被警察带走 李少少的男朋友王先生说 直到两天后接到女友的电话 才知道他在公安被行政拘留5天 王先生表示,女朋友被捉时 正是用手机直播和和他联络 他只是平静地在街上走,没有叫口号 不理解为什么会被捕 维权律师王胜生表示 为抗议人士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律师名单 在11月28日下午公布后 不到一天已经收到十多名求助人的来电 遍布多个城市 王胜生说他们发现被带走的人 有在上海、北京、宁波、云南昆明、贵州 都是从不同地方被带走 还有义务维权律师表示 求助个案太多 一些人只是路过现场 亦被公安无差别拘捕 有人表示曾被警察嘔打 另外中共警方运用人面识别、手机资讯 查出抗议民众的身份和居住地点 广州多名抗议者表示 在警察盘问并交出身份证号码之后 他们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收到来自陌生人的登陆请求 中国民主党、温哥华党部负责人 确单认为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分化瓦解 他将抗争者分类 坚决的抗争者就孤立他们 拥护抗争者的就欺骗他们 响应抗争者的就蒙蔽他们 他说他将核心骨干的人都捉了 而且他是秘密拘捕的 大家发现很多前一段时间带头抗争的 甚至一些站出来慷慨激昂演讲的人 几乎都消失了 大家根本不知道在哪 他在现场随便去捉的那些人 说教育了几天就放出来了 他是在混淆视听 在玩卑鄙手段 据维权网报道 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东辉 在2022年8月17日 分别在北京朝阳区 望京的八个核酸庭上 写了三年了 我二麻木了 被该按检察官定性为尋人滋事罪 尽管他的家属已经向相关核酸公司赔款 并得到了谅解书 他仍有可能被判刑 尽管遭到中共当局打压 但白纸革命并未停止 12月5日晚 南京工业大学 学生聚集抗议 有人大哭 动手就是第二个副事康 12月4日 在香港 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 独自一人举白纸抗议 该女生遭到香港警察判查 但未被带走 中国发生白纸革命后 多省市表面上放宽了封控措施 但很多地区的居民区仍被封控 很多城市还在大建放仓 有民众表示防疫措施并未完全放松 出行反而很困难 自从5日起 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至少16个城市 允许居民无需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就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 浙江省、江西省、新疆乌鲁木齐市、 遼宁沈阳市都宣布 不再开展常态化的核酸检测 但这些城市民众出行依然困难 虽然北京居民乘坐公共汽车 不需要出示核酸检测证明 但各大商场和公司单位仍要看核酸结果 北京居民吐租 大家难道是坐地铁转一个圈吗? 政策不统一还是很难行的 上海网民表示 当前进入小区和大楼办公室 还要查核酸证明 还有网友说 办公楼地下室和上海地铁相连 地下室有两间商店被视为商场 要进入需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 但先前只要看72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 就能直接从地下室上楼 这是放松吗? 另有民众反映 要离开广州就要做核酸 但现在没有地方做核酸 广州市只是鹿马可以走动 但不能出市 广州荔湾区居民6号对大纪元记者说 荔湾区现在必须数码戴口罩 他质疑当局为什么不放松口罩政策 尽管做了投诉 该居民说官方还是非常粗暴地要求戴口罩 否则菜都不给买 河南省郑州市要求通过郑州火车站 高铁站 汽车站和飞机场离开郑州人员 必须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进入其他公共场所 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但要数场所码 健康码 绿码 近日 合肥市疫情增加 合肥市的防控措施正在加码 个别分区临时封控 网友评论说 合肥大范围封控 连续两个多月全员核酸 外省来的一刀刺 一个低风险都无 每日还要封控小区、封分区、封区域 有谁看得到? 青岛居民若翰5号说 当地的封控措施仍然和以前一样 一个人核酸阳性 整个小区要被封控 他说 现在小区从12月2日就开始封控 只进不出 我很多朋友被拉到放仓 拉到附近城市的宾馆隔离 这些是过去几天的事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商人 冯振国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 中共只是将一些小区的封控解除了 但他们没有说 他们不要核酸、行程码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核酸怎被取消了 这些人要去做核酸 就要去得更远的地方 更集中的地方 比如去医院连夜去排队 反而变得更严厉了 山东省、广州、武汉市 现在还在建方仓 因为方仓成了脸裁工具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2号北京南远机场 还在大规模建设方仓 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 匪珍的采访报导 目前白纸革命得到全球声援 结束中共暴政的呼声 在世界各地回荡 台湾农华科技大学 助理教授 蓝宏偉对希望之声表示 显然民众已经对中共执政的正当性 和合法性产生怀疑 甚至已经动摇 12月6日 习近平在江泽民的追悼会上 称赞江泽民 支持中共在8964 对学生采取的所谓维稳行动 外界担心习近平 是借六四事件对白纸革命发出警告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 曾建源对希望之声表示 要慎防中共秋后算账 他认为要智慧抗议 控制节奏 不要轻易被中共找到大规模镇压的借口 要鼓励更多人出来参与 从而累积阶段性的成果 日前台湾作家范囚在他的新书座谈会上表示 中共的财政和现金流一旦出现问题 共产党将会解体中共的财政赤字 即是中共解体的终极指标 曾建源指出中共财政赤字的问题 根源于他的整个经济发展的辞职 从而打击他执政的合法性 他提醒要防范中共最后的挣扎 最后对国内掀起的民族主义的狂热 对外军事扩张 横挑强伦 拉民众陪葬 曾建源说 只要人民不畏惧中共长期以来的恐怖统治 他的强度就会减弱 这样挑战中共的政策 或者是政治体制的声音和行动 就有机会不断地冒出 只要人民不畏死能耐之何 这次白纸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地方 賴榮偉指出 中共统治就靠经济发展和煽动民族主义这两个招 显然老百姓现在 在心灵上已经慢慢地不信任动摇 开始否决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所以他第二招已经开始面临很大的挑战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不顺 各地的地方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这样 怎样能够做好地方该做的一些事情和职责 包括一些社会福利呢 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 如果这两招都失灵了 那中国真是反天覆地的革命 台积电将在6号为美国阿里桑拿州 5纳米的晶片厂举行移基大典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下午5点发表演讲 现场也邀请了近千人观礼 根据日经新闻6号的报道 台积电表示 在2026年将会将阿里桑拿州的投资增加到400亿美元 以建造第二个更先进的工厂 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布莱迪斯表示 台积电将宣布在阿里桑拿州兴建第二间工厂 预计在2026年生产3纳米的晶片 现有的5纳米厂也将增建4纳米的制程 此外台积电也将宣布 轻建中的厂区将生产更尖端的4纳米晶片 台积电也表示 阿里桑拿州的员工人数将会从最初的1600人 增加到4500人 由于台积电在美国和海外有矿厂的计划 也打算未来在美国生产先进的3纳米制程 台湾出现美国半导体棄台论 或台积电未来被逼移出台湾的舆论导向 不过台积电澄清 最先进的制程一直都维持在台湾发展 中央社报导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局长王永壮5号表示 台积电未来的1纳米厂 将落脚于新竹科技园的龙潭园区 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孙晓雅 11月29日也曾经公开驳斥这个说法 强调台积电赋美设厂 是基于市场考量做出的重大投资决定 绝对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新闻报导完毕 多谢收看 明天明年 Sahara 感谢观看